在纽约、成都、伦敦、杭州、日本 都出现了超大的户外3D电视墙 巴黎、纽约、东京也有超级抢眼的装置艺术 LV和草菅迷生的联名不只除了联名商品 连各地的LV旗舰店也装饰了超大的草菅迷生人像 堪称是时尚圈最浮夸的联名 但是你知道品牌大手比较知名艺术家联名 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 而且明明价格贵了一倍 为什么消费者还愿意买单呢? 而草菅迷生本人的作品到底多么的有影响力呢? 前前没有不见 你有你的选择权 大家好 我是西西亚 今天有在关注时尚的朋友 都已经认识LV和草菅迷生2023的最新联名 而这个点点呢 不只出现在包包上 连LV巴黎总部也被点点给布满 在各国大城市最热闹的地带 也出现了超大的3D电视墙 草菅迷生的头像被投影在建筑上 俏皮的看着人来人往的人潮 我自己自身写的文章 人们的心动 然后再次 世界中的力量 平安 我认为能够成为平安 现在的草菅迷生已经有了日本 殿堂及艺术家的封号 作品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受到欢迎 价格更是节节攀登 但看似人生胜利组的草菅迷生 其实也是有着非常痛苦的童年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艺术 我早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句话不是夸誓 因为童年家庭的经历 让草菅迷生罹患了精神疾病 甚至真的有过伤害自己的举动 到过艺术 从他的绘画中 在每个点点创造了神奇魔法 并在过程中拯救了自己 如今的他眼蓝已经是21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 草菅迷生其实一开始的创作之路 最大的障碍就是1960年代 当时的艺术圈风气还是以男性艺术家为主 女性艺术家甚至连展出的机会都很少 支撑艺人前往美国的草菅迷生 看着男性艺术家从自己的创作中获得了灵感 进而得到了知名度 不仅感到很沮丧又很挫败 直到1966年 草菅迷生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 飞到威尼斯参加了第33届的双眼展 顺着半夜将1500颗银色塑胶球放在户外展场 而自己呢则穿上了金色和服坐在中间 偷偷地展出了自己的作品自恋平原 并将每颗球以2美金的价格出售 虽然他很快就被赶走了 但是这个举动呢 还是引起了艺术界对他的关注 开始有了名气之后呢 草菅迷生进行了更多的创作 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呢 依然是他壮观的户外装置艺术 那股内海的点点大南瓜 更是把草菅迷生的艺术生涯 推上了另一个巅峰 小小的原点排列在南瓜上 带给人枪烈的视觉冲击 从此之后呢 南瓜也成为了草菅迷生标志性的创作符号 草菅迷生的作品也是常常出现在城市的街头 像是里斯本东方车站的走廊壁画 法国里尔欧拉里尔街区的 香格里拉玉金香 也有在美术馆中展出的长蛇作品 像是福邦市里美术馆的南瓜 松本美术馆的幻之华 其实在台湾呢也有草菅迷生的作品 静静的坐落在城市的一角 像是中国信托金融园区 三创生活园区都有两颗大南瓜 故宫南院的南瓜精灵 彰化园林车站 我踩着高跟出发去见我的男朋友 屏東农科园区让我所有的梦想飞向天空 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 这些呢都是特地为了当地的特色而打造 而这一次推出的第一波联名商品 总共有四样 第一款呢就是Pandidot 这也是让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彩绘首绘圆点 出现在LV巴黎总部的大柔外面的也是这一款 第二款呢则是Infinidot 也就是无限的圆点图案 最特别的就是这个款式 它都是用色彩的对比 像是黑白红白黄黑红黑的组合 中间的LV装置艺术也是这个系列 大大的草菅女神头像从地面上探出来 整个展尖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圆点 第三款呢则是MetoDots 金属的圆球展现的是无尽的闪耀啊 灵感来源就是草菅女神的镜面圆球 大大小小的银色圆球 以手工的方式精确的镶在黑色和银色的女士皮件 银色的骑士外套和时髦的银色皮革洋装上 体现了60年代的未来主意 最后一款呢则是花朵系列 取自1993年加入几分迷幻元素的画作花 而花朵也常常出现在草菅女神的创作当中 花朵的形状由点点来组成 远看是朵花近看则是原点 密密麻麻的组成 而不只有LV跟草菅女神联名 韩寇跟UniGro也曾经推出跟草菅名声的联名商品 为什么品牌想要出联名商品 而出联名商品又可以为品牌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呢 首先呢就是为了取得1加1大于2的市场营销效果 叠加出超强的市场关注度和吸引力 像Prada和Adidas推出的运动鞋 LV和Spring推出的系列商品 Dior和Nike推出的联名运动鞋 精品和年轻潮牌或运动鞋合作 拓展了年轻人的市场 更吸引了年轻的高端消费族群 也透过品牌间的联手创造话题 就像是品牌间的Fit一样 在社群平台上面带来了一股讨论的热潮 第二呢则是丰富品牌和产品的风格与形象 给消费者更多的刺激和选择 品牌找艺人或艺术家联名 透过不同的商业考量增加产品的多样性 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例如Chanel和音乐材质飞也联名合作推出的鞋款 打破了Chanel的商品印象框架 除了通过飞也的人气和影响力增加销量之外 也成功的将产品推向了潮流市场 还有Dior和Course的联名合作 Dior选择和很多潮流人士都很喜欢的艺术家Course合作 除了穿着Dior服装的Course公仔推出之后 当然是占据了潮流人士的IG版面 也为品牌本身注入了年轻的形象 2022年世主期间 LV找来了当今话题度最高的球员 Zero和梅西一起在自家专位放置市主奖杯的棋盘格行李箱上下棋 而这张照片分别在Zero和梅西的IG上面 被点赞了4271万次和3290万次 累积起来超过了6700万次 也刷新了IG的记录 当然啦要同时请到Zero和梅西一起代言 当然是天价 但是根据营销平台的数据 照片发布之后短短的一天 LV就进账了4.1亿台币 是原本营业额的好几倍 而且后续这个效果还在持续发酵 但是反观消费者这边的心态呢 同一款包 LV的Neverford只要卖64000元 但是和炒奸名声联名的包款要卖到94000元 联名款明明贵了这么多 为什么消费者还是愿意买单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花了钱买了两样东西的感觉 哎哟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两个都要 我不只买了一个包 我还买了一件草菅名声的艺术品 第二呢就是展现自己与众不同 和品位独特 这款是草菅名声的联名款 因为我平常就很喜欢草菅名声的艺术品 你平常有在关心艺术吗 呃没有啊 第三点呢就是联名的稀有度和限量款 说到这个限量呢就像是恶魔的召唤啊 哇我们这个刚好是最后一个了 哇你好幸运啊 我们昨天才进了这个包 你知道吗 现在全世界都在排队呢 偷偷告诉你 这个包啊只有限量一千个哦 精品借中呢也是有等级之分的 而限量款呢更是上了一层楼 就像是精品借中的人上人 而有些人呢也是看准了限量包款 未来有可能会有涨价的机会 愿意花更高的价格入手 那么今天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对什么精品品牌的故事 也很感兴趣呢 在留言区告诉我吧 最近的电影我是我是西西亚 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 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或者是追踪我的粉丝看哦 才不会说过我们的最新资讯 我们下期见哦 拜拜